好的 超哥哥粉絲大家好 在我身邊的這位是牙韻的爐石戰記的項目選手羅傑 大家好 我是羅傑 身為羅傑的粉絲 你看我帶了什麼 你還真的帶球嗎 好棒喔 來問一下就是 這次羅傑能夠從資格在脫穎而出 代表台灣出戰的感想是什麼呢 其實這次能從資格在脫穎而出 理論上應該是要蠻高興的 但是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之前受到訓練說 就是牙韻好像是一個蠻吃力不討好的獎品 就是比賽 但是我自己從資格在脫穎而出 那我想說那既然都贏了 那我可能就會盡全力 然後把台灣看給我們取得好一點的成績 那這次東亞資格賽你覺得哪個對手最吉祥 這次就是因為其實東亞我比較知道的說 台灣然後還有韓國之外 那韓國那邊聽說這次那個選手很厲害 就是去年的那個世界四場是很厲害 那我覺得如果遇到牠 蠻危險的 一如會 搞不好遇到牠是第二名 所以就這樣做 那你有沒有幸運出現了 從東亞資格來 我其實覺得還蠻有信心 因為畢竟其實我如果做好我該做的 我應該也是不會輸的 對啊 那可能就放輕鬆去打架這次資格 對 那可是這次六六現在好忙喔 那邏輯的粉絲都會等你開台呢 那你 其實我最近是真的蠻忙的 就是因為我越低還要打幾分 然後之前其實 是剛好越低 對剛好越低 然後可能還有加上自己有點懶 不過這幾天我可能比較沒有 因為七號我可能要飛暗波嘛 對 就這幾天沒什麼事就會先開台 真的嗎 那會可以給大家一個交代嗎 嗯 交代 好 聽交代好像可能要離開 因為就輕鬆點 有空就開台 對啊 那個月初開一點台這樣 對 那大家記得有內容 那身為職業選手 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誰 其實身為職業選手最大的收穫是 我覺得可以把那個 就是你自己的興趣 然後跟你的職業結合在一起 然後每天做一些事 就感覺到滿開心的 對 那你最後的夢想會是誰 其實我最後的夢想 就 其實之前一直講都是世界冠軍 那後來我覺得 就感覺是把你當下每一件事情 然後每一個比賽都做到最好 然後不讓自己 後悔的話 我就會以世界冠軍更進 所以可能還是世界冠軍 對 好 那我讓我們一起為邏輯選手 加油 耶 謝謝